我是吉昌 我家到底还有多少钱 烤水翻山 好香啊 你们在吃什么 这是晴堂面呢 那这个呢 这是小咸菜啊 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啊 你们每天都可以吃得这么好吗 哎呦 一定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吧 坐下来一块吃 爹 晚上吃什么 随便吃吃了 爹 有句话我想说很久了 我们能不能勤俭节约一点 勤俭节约 我们家的条件允许吗 后院的猪 在一头生石头 燕子飞来一窝又一窝 那些燕窝光是烟咸菜 都烟了整整两百坦 我和你娘为了这个家 每天拿轿藏女儿红 提取纯净水 儿啊 我们没有别人家的条件呢 受家庭环境影响 从小我就树立了人生目标 就是一定要过上吃抗燕菜的生活 要是吃不饱饭 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不过最完美的是 死都是饿死的 可是这个状态 竟然被我爹盗用了 我爹饿死 留我一个人 面对着诺大的家业 已经很过分了 更过分的是 他还给我留了遗嘱 遗嘱上只有四个大字 把钱花完 面对突如其来的遗产 我的内心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到底怎么做 才能在有限的生命里 花光这些钱呢 要不买房 老爷 按照您的吩咐 稀奇所有的楼盘都买下来了 钱花光了吗 只花了点零头 这么多道房 你只花了个零头 你到底有没有认真抬价 老爷 小的真的尽力了 房价真的不能再高了 不止如此 由于老爷您买光了楼盘 帮忙抬高了市价 那些地产商 都要给您公司股份 年底有20%的分红 估计两年就能补上 这次购房的支出了 这是趁火打劫啊 那下一批房要等多久啊 至少五年 天哪 你究竟什么时候 才能过上吃炕燕菜的日子呀 按照现有存款和分红计算 光靠买买买 这些钱没个一百年 肯定是花不完了 可是还有什么 能比买买买花钱更快的方式呢 有了 同今天起 大门不许关 金库不许锁 外外给我宣传 金库是你家 钞票随便拿 我以为金库一定会在晚上被拿光的 然而 钱不仅没少 反而多了 太过分了 光天化日 鸟失王法 为什么要往库房里放钱 侯爷 整个西齐 还有比你这里存钱更安全的地方吗 这里一点也不安全 随时有人回来拿钱的 那我可以随时来拿钱吗 最好你现在就拿走 能拿多少就拿多少 那不就结了吗 随时都能拿 而且无限量 我又干嘛急着拿 就连这样都不行 看来只能换一招了 侯爷 您这是要招贼啊 对 我就是要招贼 住手 说 为什么不偷钱 反而还往里放啊 你还有没有一点职业道德 侯爷 这不怪我呀 你这一敞开金库 我们这行就算失业了 去哪儿偷 都不如来你这里拿得多 那你倒是拿呀 可拿走了 也要找地方存贼赃啊 宣孝就没比这儿更合适的地方了 然后 不知道因为是谁传的谣言 越来越多的人 给我家里塞钱 被抓住了 就算是来纳税 根本不讲道理啊 侯爷 用钱的地方太多了 我来帮你想办法吧 现在您还没有生孩子 如果多生几个孩子 你的钱就有地方花了 对啊 我可以生孩子呀 生孩子也要掌握一定的技巧 生女孩顶多花些支粉钱 万一生好看了出嫁的时候 又要收获一大堆彩礼 所以 生男孩最好 不仅可以稀释财产 而且取亲的时候 还要配备房车 于是我花了大量的精力 生了九十九个儿子 财产成功得到了稀释 然而 我不明白为什么 我总能带起莫名其妙的潮流 由于人口增长 突飞猛进 稀奇的综合国力提升了 税收也就增长了 然后国富导致了我家更富 孩儿不孝啊 此生怕是完不成你留下的遗嘱了 哈哈 这个锡伯侯四处撒钱收买人心 现在已经有人说 稀奇出圣了 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大王 我看他一定是想要造反 造反 对 他一定是想要造反 哈哈